记者蔡章胜新竹报道,真是狼性不改。 曾遭九度判死后改判无期徒刑的新竹劳力士之狼李国生, 死李陶生却不知悔过,六年前假释出狱后当皮条克再遭判刑。 他2015年剪掉电子脚料,以点制、增胖、戴眼镜易容, 并持伪造证件逃亡,直到因车祸遭警机捕裁落网, 在新竹监狱服刑两年,竟对同情的狱犹狂抠屁股, 被害人隔日因闷闷不乐,经御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李国生在犯, 检方依强制为谢罪将他起诉。 检方调查,李国生,45岁,14年前专挑戴劳力士名表的九家女下手, 包场在洗劫,其中有三女遭性侵, 李遭被判无期徒刑定验,强制治疗三年后再入狱服刑, 因有高度再犯之余,2011年假释后被带上电子脚料。 李楠在2013年当皮条客遭判刑五个月,假释遭撤销, 官僱人2015年以更换脚料电池为由, 欲将他押回执行残刑25年。 但风声走漏,李楠开始逃亡,他除点掉嘴角的纸, 又买下二手宾式车登记女友名下, 另准备两辆二手代步车躲避查期, 李贤剪断电子脚料后,拿自己照片, 冒用正男身份补办身份证, 更增旁,续胡留头发与戴眼镜, 在竹北及新丰租下公寮躲藏, 期间也曾前往女友湖口老家避难, 生活费全靠女友金元。 警方当时发现李楠驾驶宾驶车, 在女友与女友小孩出没竹北三民路, 追捕过程中, 李贤撞翻等红灯的休旅车和一辆机车, 宾驶车侧翻, 李楠受困车内就带, 被送入新竹监狱服刑。 服刑两年多的李楠, 五月间与其他球友同睡时, 竟手伸进一名育友的棉被, 不断抚摸屁股, 让被害人不断摇动屁股, 被害人也担心大叫影响到自己假释分数, 不敢大声求救, 遭强制委屑得逞, 被害人隔沉起床心情低落, 预防主管察觉有意, 经询问被害人才透露遭李楠席屯。 李楠声称无辜, 是怕对方屁股睡到头上, 才不小心碰到对方屁股。 不过检方调监视器勘验, 发现李楠席屯时间持续数分钟, 不采信其说法, 全案一强制委谢罪嫌起诉。 写顺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